各位主席 主席,这个环节的主题是讲到施政报告 切实排解民生幽难的措施 首先在这里感谢特首在施政报告 接纳了我们民建联的建议 增加了房屋的供应和改善居住环境 包括了调整了楼市的辣椒 释放了本港市民购买物业的需求 也都会研究如何有罪地取缔劣质劳房 以及延长二手资座 居屋按揭担保期等等 在公屋供应方面我们都见到 政府已经密得超过长远房屋拆落所需的建屋土地 希望政府能够可以尽快达到公屋三年上楼 作为他们的目标 当然最近听到彩虹村重建的消息 也都希望当局重新检视一下 包括了在九龙西一些老旧的屋邨 好像石建尾、南山村等等重建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已经特别感谢司长 听了我们启德的居民的意见 会做一个启德集体的运输 希望可以尽快落实 令到感谢发展局推动了落实这个游望计划 亦都加大了支援事件局的财政能力 主席 我跟着的主要发言 都是想讲讲关于解决务房问题的工作组和未来工作 工作组其实已经召开了第一次的会议 制定了小组职权范围和十个月的工作目标 计划提出不合最低标准的劏房准则 很多议员、李慧琼、李慧琼、我们已经十几年了 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所以见到未来一定有很多的工作 不过过去见到政府在推动房屋方面是很积极的 亦都听了很多的意见 包括兴建了两万个过路性房屋 又发放了现金津贴和三万个简约公屋的单位 这些都是见到政府一步一步去做的 今年一月我们自己发表了一个告别务房2.0的窗议 当时都向副财政司司长和火高局长递交了我们的建议 这个是继于务房租管之后 我们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调研 走访了很多的地区务房和居民谈了之后 再针对解决务房问题的第二份的窗议书 这里最关键的窗议就是我们见到 居住环境恶劣的窗议其实都是持续涌现的 不论是天台屋 天井屋 在宫下面的窗议房的临纳 还有棺材房 角楼房 甚至是树窿房等等 有些地方公用厨市的天花钢筋是严重外露的 住户就是讲了一块石市 那里有张图 这个是前一阵子拍的 局长这个是一个窗议房 这个局长我都给他看了 这个是一个树窿房 就是这些地方真的我们是不应该 融让它继续在社会里面做的 其实另外在深水堡历很多年 有些无牌照的太空仓或者农屋 其实都是一些很突出的问题 真的需要考虑同时间怎么好好去处理 主席 解决务房问题真的一步一脚 所以最近我自己担任 2021年的水务设施修订条例草案的时候 我开会的时候我也想起这件事 就是几年前我们有个私人条例草案 希望堵截那些人满收水电 然后一直做的时候 原来发觉都有一些流动 政府就讲了修例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水晶楼 就是说那时候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所以是有修例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在2022年通过的 业主与租客合约合条例 就是务房租管 如果都发现是不理想的话 我都建议政府可以考虑 是收紧一个例 希望是更加好去堵截一些流动 主席 说回我们要先先取体一些务房 我自己初步都有些建议的局长 坊间也都有不少的说法 包括在居住面积 厨次其实应该要分开 并且有窗 也有些耐火的间隔 这些我觉得是要优先去处理 特别是一些结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要优先处理的 其实取体务质务房 也都同一时间我们的初衷 是希望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 所以怎样可以令到他们 可以改善到居住的环境 这个是同样重要的 主席 我最近就 经常下区都希望收集一下 关于大家对于取体务质务房的建议 当然很多务房的居民表示支持 都见到有一线的楚光 都觉得政府立了这个决心 做这件事 他们觉得感到很安慰 觉得政府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和会帮他们的 所以同一时间 他们也会有个担心的局长 都是担心住屋的问题 我相信这方面局长也多次说过 就是会去小心处理 而另一方面我听得更加多的 就是很多业主跟我们说 就是他们业主都觉得 这件事早就应该搞了 其实他们都是伸手其害 我经常都说的 这些楼上楼下的渗水问题 真的影响了很多业主 我在这里翻查过 过去其实政府在维修 流血更生大行等 其实过去五年花了一百九十亿 全部都是帮大厦维修的补贴 当中有这些补贴 其实是补贴了给那些劏房的业主 是他乱去间调的地方 搞到环境恶了 而我们补贴了他去做这些维修 所以有很多业主 其实都忍受了很久 都很希望可以认真 可以处理到这个劏房问题 主席 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是支持这份施政报告的 面对劣质劏房 我是很贊成政府成立工作组 也都包括了副司长 和这么多位的局长 我相信这个透过高层次跨部门 一定是可以解决到劏房的问题 我也都见到政府 今次做的决心和承诺 今天我也很开心的 一路坐在这里很长时间 我见到我们很多议员同事 都是讲关于劏房 或者劣质劏房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共识得到的 大家不论议会 很多同事或者公众 都觉得对这个问题 是有处理的决心的 所以我们未来 就是我们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 就着这个解决劏房问题 一起走下去 主席 本人紧致陈次 支持李慧琴議員提出的动议